哈喽大家好 这一期的节目呢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将给大家分享 在美国生活如何用两招让你的幸福指数 立刻提升50% 说这学期呢 我上的一门课叫做abnomal psychology 就是非正常心理学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心理上的症状 我们叫它障碍叫做disorder 然后用中文翻译大白话 就是不正常的人精神疾病者 比如说anxiety disorder焦虑症 OCD强迫症 PTSD创伤后应急障碍 那很多的这些疾病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负面情绪得不到消化 然后才就产生了 当然我不想我的观众哈就是go so far 就是走这么远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对因为有一些思想走到了极端 那就变成了abnormal 就是变成了disorder 就是成为了非正常人 但是在这样子的区间 比如说婆婆这么说话 我今天不舒服了 老公这样子 他太不理解我了 这个老板好烦哪 对我们生活当中都会碰到这样子 七七八八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没有走极端的话 就不会出现精神障碍 但是我们也允许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范围内 有那么一些的不协调 不舒服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区间 而不让自己走到那个区间去呢 哎我最近就是琢磨出来了 其实也不是最近琢磨出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应该这样做 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去这样做 比如说我们总是要说好话 做好事 有好的想法 对 所以呢 我们要总是以最大的善意 去想象别人的动机和行为 我举个例子啊 最近啊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 Bible Group 就在就是查经小组在讨论一个 叫做 我们都要做好slaves 对因为这个都是 如果你在美国想迅速提高一个英语啊 我说的比较功利啊 就是功利的方面 你可以去加入各种各样的查经班 就是很多在美国的这个 读博士也好 读硕士也好 或者是本科也好 很多 同志们 然后迅速的混入了 这个融入了美国当地的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因为这一群人呢 非常的有爱心 有耐心 然后特别想跟你分享真理 所以呢你不懂就问他们就很喜欢拿这样子的问题呢 去跟你靠近乎 让你走出困境 然后获得更好的人生 因为在这群人的理念里面 我自己好不是真的好 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所以呢 他们的生活呢 大致来说呢 啊都是比较啊 就是俗话说 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爱 peace love joy 所以呢 那对 我妈就在家里面呢 搞一个这样子的小组 因为我老公呢 是一个白人 然后就是吸引了 也不是说吸引就是 总是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然后人生的一生当中呢 总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群体 然后来一起探讨人生的问题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从哪来 我的未来要去哪里 这样子的 对 人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会开始思索 人生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但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开始思索这样子问题的话 你的人生就迅速就会 达到另外一个 对 不同的这个维度 所以呢 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时候呢 英文说slave 说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好的slave 然后我突然间就提了个问题 我说 哈 slave slave why not 不是servant吗 对 因为在中文的概念里面呢 是有这个奴隶和公仆 那作为耶稣的这个follower 对 就是信仰耶稣的追随者来说呢 我们不都是要做一个好仆人吗 我们怎么能做一个奴隶呢 哎 就有这样子的讨论 然后呢 得出的结论呢 就是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这两个词呢 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在中文的词 这个世界里面呢 是没有办法互换的 而奴隶就是奴隶 因为你失去个人的主观的意识 然后被强迫劳动 那么公仆呢 是因为 我爱大家 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服务者 我要尊重我的老板 我要 对 要按照老板吩咐的去做 对 我要成为一个好的仆人 老板呢 真正呢 也是为大家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所以呢 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呢 在这个词呢 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就是两个意思 但是 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有些词呢 我们看来是一个词 但是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有两个词 它是不能互换的 那比如说 Probary和Possibly 如果你说 Probary Let's do it like this way 我那天我的婆婆 她突然间 我的一句说 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 她突然间就 特别特别的生气 她就说 你要我这样子做 我已经做这个 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后来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说 这里我们应该用 Possibly 就是我们可能这样做 而不是我们大致这样子做 那我的婆婆呢 就非常的 offended 就是非常觉得 她被冒犯了 就特别的凶 然后说 然后我也理解她 她年纪比较大了 有的时候 年纪大 因为这边疼痛 那边疼痛 对 她就很难控制了 她的脾气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跟她 对着干 所以呢 你就要想 她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然后你要宽容她 理解她 然后呢 你立刻就能 化干戈为玉博 然后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 可能我说错话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 My native language is no My mother language is no English So maybe I made your misunderstood I'm so sorry It is not what I mean I say What about is any possibly do this 然后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婆婆的脾气呢 就缓和了很多 当然有的时候呢 在跟你的家人 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间 就是这样子 脾气爆发出来 这个时候 你要学会怎么应对 就是以最大的善意 去揣测 他们的意图 他们的动机 那这样呢 就可以化干戈 为玉博 所以呢 在很多的时候 在跟劳工相处的时候 他突然间这样 让你觉得很莫名其妙 诶 比如说 一段的对话 老公和老婆 老婆问老公 他说 你会不会总是觉得 有人说你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这个老公呢 就立刻不行了 然后就说 我哪里有以自我为中心 我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 为自己开脱 为自己辩解 然后非常的生气 那这个老婆呢 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要生气 对不对 当然你不能跟他生气 所以呢 这个老婆很聪明 这个老婆就说 你同样的问题来问我一下 然后这老婆说 这老公就开始问这老婆 那你是不是 经常以自我为中心 有没有人说 你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啊 然后呢 这个老婆呢 就说了一句话 请问你说的 自我为中心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觉得 我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诶 这样子一个对话的模式 就让他开始反思 诶 可能我的 我觉得以自我为中心 的概念 和你觉得 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概念 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呢 同时呢 你又让他 有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 就是说 诶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话 让你觉得 我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呢 诶 立刻就让他 有一个被关爱的感觉 而不是 其实你在拼命的在说 我做了这个 我做了那个 怎么怎么怎么 你还说以我的为中心 哎 他却没有听到老婆 他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他 用他的实际的语言 证明了 他确实在 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是去关切他的老婆 啊 我做了什么了 让你觉得 我在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 说话的意思 就是凡事呢 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多为对方思考 就可以节省 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让你家庭的幸福指数 能够迅速的提高 最后一个呢 我想说的是受害者心态 就很多OCD 就是强迫症患者 不停的觉得 那个人要害我 那个人要害我 然后那个害我 结果人家就真的害他了 因为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语言呢 在英文世界里面 有一句话 Your word Build up your word 就是你的语言 造就了你的世界 所以你想要你的世界 非常的美好 你就要多说好话 别人就真的 就会这么去做 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的神奇 那我们的好的话 是从哪里来的 好的思维开始 所以我说 我们为什么总是要 以最大的善意 去揣测别人呢 比如说我的婆婆 我就以最大的善意 去揣测她 我就避免一个 家庭的矛盾与冲突 很多地方 比如说跟你的老板也是 你用最大的善意 去揣测别人的心意 你就会得到 很好的效果 人家就会按照你的 这个角度去走 最近特朗普 不是在竞选吗 他受到了很多 非常尖酸刻薄的 这个不是传统媒体 而是很多 就是非常尖酸刻薄 都是自媒体 都是很多的youtuber 然后他坐下来 跟人家谈话 直接一句话 哦 你说的这句话 非常的聪明 被问的非常好的问题 而不是就说 你为什么指责我 说我干这个坏事 干这个坏事 特朗普没有 反而就夸奖别人 所以我们多说 夸奖赞美的话 多说美好的语言 然后呢 我们的世界呢 就会变得更美好 刚刚讲到受害者心态 哎 不是 最近还有一个 中国最近脱口秀 大赛啊 非常的如火如荼 有个冠军 叫做富航 然后呢 他就说 从小他长得像猴 别人呢 就是说 嘿 臭猴过来 然后他就说 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后来多年以后 别人叫他 嘿 臭猴 然后他说了一个 爷在此 有何贵干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个例子 说的非常的好 就是 不管别人怎么样 称呼我们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 强大的内心 首先强大的内心 就是我们自己 要有意识 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如果 谁的情绪立不住了 谁就输了 谁的情绪 更加的宽容 包容 然后还不当一回事 然后还能够给他一个 制造一个很好的 我们叫做 Peacemaker 就是和平之君 我们更好的 给对方带去和平 和喜乐 和爱 你就是真正的强者 所以我们总是 要有我们的意识 来控制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的情绪 然后能管理我们的思维 能够始终制造 很好的语言 那这样子 对方呢 就不会激怒 然后产生 非常不好的行为 所以这也是 我这一学期呢 上这个 Abnormal Psychology 得出的 学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太多的心理疾病 都是源自于 负面的思维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正向的思维 对 就是 Always have positive intense idea thought emotion and then 我们的生活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positive 就是阳光积极向上 我知道说这句话呢 对于已经有 比如说 HD holding disorder 就是很多人喜欢就是 就是垃圾都往家里面搬 这种人 你去跟他讲 他们已经思维已经僵化了 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的思维了 你让他丢东西 他们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说呢 CBT 就是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这个疗法已经在他们身上很难治疗 因为CBT 很多的都是一些意识的灌输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要这么做 然后一世你相信了你才会这么做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说相信相信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思维的转变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的意识可以开始改变我们的人生 你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吗 那我们就从开始建立我们的积极的意识开始作息 那建立积极的意识呢 先从意识开始做起 经常问自己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来自哪里 我怎么样去改变 经常有这样的觉察 觉察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七七八八 我知道我的语言呢 可能需要更多的提高 但是你们听到就是得到 然后得到你会慢慢的行到 我也祝愿大家未来的生活呢 能够更加的美好 然后能够跟着我一起成长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拜拜 拜拜